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 这个名字还是罗雷贝昂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唱识人 而且是第一届 连续五届党的最高领导人 从第一次一大党当中央局书记 中央局书记 第二届第三届叫中央委员或委员长 第四届第五届叫总书记 总书记这个名称也得延续到现在 他为中国的共产党今天的江山做出了田际性的工作 但是呢 后来他被党开除了 二九年开除了 然后呢 在他身上追加了一系列重大的罪名 包括反党 反俗 反共产固剧 反革命 叛徒 汉奸 几次 当了三八年的时候 还要由国民党把他枪毙 因为他汉奸嘛 在十二年他去世以后 他这些诬陷的罪名啊 都没有平反 一直到改革开放 我们大革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 陈泽秀机会主义 第一次进入机会主义的投资 还是批诺的对象 他的子女家属都遭到了很大的冲击和不幸 所以到今天改革开放以后 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 历史学界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才开始给他做证明平反工作 还不敢说平反 只能说该证明吧 究竟怎么合适 我们 我也参加了一个议员 都希望能够从这个历史资料里面 来证明党给他加的一系列罪名 我们主要给他 跟他那个十大罪名 对当 是正确的 然后叫证据 找历史嘛 可是 我们找到了他的证据以后 发现 这十大罪名是完全的误陷的 所以就连续十来年 一直到现在可以说三十年了 轰轰烈烈的为证明运动 一步又一步的起来 随着这个证明运动的发展 我们历史学界都拿出了证据来 因为过去各大一类的证明秀 就是聚会主义路线投资 有限聚会主义德 什么二次革命论 聚会主义二次革命论 什么取消派 什么法革命叛徒 这些 都将罪名 不将 不白证据 一条证据都找不出来 所以有许多人 党内干部 特别的党内干部 有很多人疑惑 你疑惑 为什么给他抓你们这些 结果现在历史学界 因为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因为要 为文化大革命中的 被打成走主派的 广大的领导干部平反 所以呢 当然又提出来 要生日救世的得点历史人物 所以呢 历史学界的一些人呢 就借着东风了 也开始和陈德秀 就这么合适 那么找出来是这样 所以到现在 我和小美国讲到 已经达到了 基本上达到公所 他除了少数 杰州派 毛州派以外的 那当然 大陆这种 还成了 这个陈德秀的案子 应当 不是那样的 那么我今天讲的题目 主要分两个问题 一个讲 让他的陈德秀的简单的生平和他的冤案案的成立和产生和平凡过程 陈德秀 生于1879年 光学末年了 安慧 安清人 这个人呢 从小就有一点多力性 有点多力性 有点个性 咱们小时候能说有 小时候不能说有什么多力性 有个性 有点小聪明 他那个 这个由于三岁死去了父亲 六岁到开始呢 白胡子爷爷 一辈子当了师叔教师的白胡子爷爷 给他进行启蒙教育 当然的教育制度是叫科剧制度 就是念孔孟的四十五经 四十五经和八国文 学好以后呢 就夸着个秀才 送巨人来当官 他呢 这个 厌莫这种四十五经 一个他看 看不懂看得莫名其妙 四十五经 他六岁 但是呢 就要你死去英辈 英辈呢 就要背出来 这个 但是他由于厌莫呢 所以不好好念 背不出来 背不出来 他白胡子爷爷就打他 别的孩子一打就哭 这个孩子怪 怎么打也不哭 气得这个爷爷 把瓶子一扔 就骂这个小东西将来一定是 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这小东西将来不成龙变成蛇 不成虫就成蛇 不成龙 这个老爷爷就是 由于他这个成东西的哥哥比较老实 不太聪明 他这个 他家呢 二十六四 知识分子家庭 从来没有 当过一个官 考证举人 所以现在 他把这个希望君寄托在 这个成的旧身上 他就望龙 望胜成龙兴歇 老爷爷的话 说了一半 他没有成为强盗 也没有成为虫 成了一个 像西方 像西方这个 偷天赋给人间的 普鲁米修斯社那样人物 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 成的旧传 中国的普鲁米修斯 他这个 在这个 十七岁的时候呢 他的老爷爷后来 过世了以后呢 从那个十岁开始呢 由他哥哥叫他 他 十七岁的时候 现考 就考上了一个秀才 他用他 后来他 用他自己写的自传来说呢 他完全梦了一个秀才 因为这个老师 出了一个题目 是很怪题 叫 于备不克圣者也才梦 他是 结取了 这叫结大体 是结取了 孟子大梁慧王里面 两句话 于备不克圣者也 财末不克圣用 用谢爱的话来说呢 他的自传生态平衡 就是 鱼虾随三平啊 不能 不可以孤独的抚牢 木材呢 不可以孤独的砍伐 他把这个两句 前后两句 半句 集大起来 于备不克圣者也 财末 成都学一看这个题目的 狗屁不通 他呢 他呢也用这个 他呢也用这个 他说学过的这个 这个 书里面所有的男子 关于这个 鱼魔草鸟 鱼魔草鸟 这个 旁边呢 修有的男子 和康熙文字 自己的那些鱼魔草鸟 鱼魔草鸟 狂往大片的写了一大片 照给了老师 最后这个老师 看了这个一本稿子 被他蒙住了 他看了 从头去 从头看到第一 从前看到 他觉得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给他考了第一名 后来有的学者说 这个老师可能被蒙住 说这种多年轻的孩子 怎么能懂得那么多 男子 古着怪人 他特别不去说 他自己也没解释 他说我蒙了一个老师 秀才 回去告诉我哥哥和母亲 他们都感到很难过 你怎么能 人生了一个重大的关头 开这么个玩笑 但是第二天 第二年到南京 靠这个举人的时候 没有靠成功 这次他都认证准备了 他想 他因为他 老爷爷很气 他的母亲 用眼泪教育他 你孩子啊 你知道 我们族族代代 从来没得过客举 没什么举人 你的父亲 你也三岁 三岁 你他三岁 也应恨了 没有考上 你也应该用功的 来学一下老人 青年伯伯 族族代代的心怨 所以他受了母亲的眼泪 的感动 他也有眼泪 所以他说母亲的眼泪 比爷爷的板子更厉害 那么他所以为了应付这个 这个大人们的期望呢 他考中了秀才以后 就去省备了一下 想考个举人 当考个举人就算了 就满足一下 他就可以自己 从此可以自由的学习 但这是梅考郎 像南京院士梅考郎 梅考郎按理他很悲哀 他都感到轻松了 他说我从今以后 不会再受这个 科技制度的害了 整天念这些 都这些不懂的东西 但是这个时候 他已经17 18岁了 他已经接触到当时 这个白花王运动 这个白花报 熟花报 当时19世纪末 二世纪初 中国有一个熟花报运动 就是用通知的语言 介绍各种先进的信息和现在的知识 科学的知识 程德秀从这个先进的书报里面 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他后来写的文章回顾说 他说我原来就知道睡觉吃饭 有点出去了 学点书 也是为了 对一个一贯办事 帮有门庭 现在我知道 这个 这个 我们还有一个国家 国家 世界上有 世界是由许多国家组成的 而国家里面呢 有强国 有弱国 有大国 有小国 他 他因为当时受到两大事件的刺激 一个事件就是1894年的中日家务战争的中国战败 一个呢就是八国联军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 八国联军的入侵 八国联军的入侵 签定了清守条约 八国联军的入侵的时候 他整号在东北他的叔父 他三岁上户以后 顾忌给他的叔父 叔父呢在东北当一个小宣官 他在那个小宣官 他在那个地方 他看到了三个军队清了中国的时候 一个成长一个成长的大屠杀 大抢劫 奸淫奴奴奈 他受到了很大刺激 所以他觉得我们的国家 中国也是万国中国一国 为什么我们要受到别的国家的欺负 我们为什么那么三败 所以他觉得 这个过去呢 就知道有家 不知道有国 就知道听天命 人呢像强力上那样 天命 命力注定的 也不知道尽能力 来改变 这种自己努力 来改变这些 虽然 他就知道 他要找一个原因 中国塞败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他就说 我要到国库去看一看 来寻找中国塞败的原因 成为结果制度 结果他 一九零一年 十一月 又留学了日本 结果他说 他说 要多过过去看看 这就像他们五次 一四一 一九一一四年以前 就是超满星期间 一九一五年以前 十五年里面 五次都去了日本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经过 明日微信以后 突中落欧 全盘西化 把这个西方的 政制度 各种科学先进技术和知识 都引进到日本去 使日本很快强大起来 并且在交互战争中 把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给打败 他有意见 全部引进西方的 各种学说制度 即所知识 所以中国人 要到日本去 就可以看到 全部西方的 关于旧国的 各种理论和学说 各种制度和设计 而且呢 中国跟日本呢 有一个 两个政府有个协定 中日居民往来 不需要签证 只要到上海 几块钱 买一张船票 就可以去了 所以他这个自费留学生呢 很方便 来去很方便 那么陈德秀 到了日本去以后 他就很奇怪一个现象 就是他的一个特点 他名义上来报道一个 在一个学校报道一下 实际上 他主要是去补学日本 或者学英文法文 不通学一点外语 主要还是 寻找各种翻译上日本人 或者是介绍过来的西方的各种强国学说 他最感兴趣的就是 柯尔泰和罗梭德斯九的这个人权理论 天赋人权和法治观念 他学在了这个 接受了这个理论以后呢 就认为好像自己找到了 找到了这个 救国之龙 他就开始那个什么 这个 刚才一个照片是建档之一的 陈德修和他常用的印章 只有去年之期陈德修 他觉得这个理论以后呢 他就 就在这个02年 第二年就参加了 刘日学生中 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 青年会 这个第一派的中年人 就是他 算了他的名字叫陈尤吉 青年会的照片 参加青年会以后 第一个行动 他就是 开始 这个惩罚这个 惩罚这个 这个 清朝政府 在留学生中 这个 见读留学生的那个官员 有一天 他这个 约了张继 国民党元老张继 和周龙 冲进这个 这个官员 叫姚文虎 这个 是说 把他 张继抱腰 收容 抱头 成都就会剪 把他剪 头发剪 长辫子剪下来 以发出这个 各发代手之痕 把他的辫子 在留学生会关里 高高的聚起 来修辱他 当然 清朝政府不干 他跟清朝政府交着 把成都给他们 躲 驱逐回国 2003年 他到上海的时候 整合上海发生了 俱武运动 上海 包括 回国 日本里回国的 留学生 或者青年学生 进步团体 才能回等 搞了一个俱武运动 就是三俄 帝国主义 八国联军 清了中国东北的时候 清朝政府一定以后 应当 这些军队都应当 撤退回国 三俄的帝国主义 不但不回国 而且要进一步 赖来中国 而且要进一步 要求更多的潜力 所以激起了全国 首先青年知识分子 和自学界的抗议运动 机会 演讲 影响了东南 树城 规模相当的大 陈德秀呢 这个 在上海参加了这个运动 然后呢 他就很快 这个 到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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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老家 安徽在他的床 他的家的安庆 在城市楼 他一方面 展示 自己从日本带来的一些新的书报 新思想的书报 另外一方面 这个召开集会 这个召开集会 组织安徽爱国会 也组织这个取生义民军 要到东北去跟俄国三个军队进行作战 也要表着要跟东南过程联合起来 这个清王朝政府呢 是坚决反对这个 你这个召唤行动 所以就通缉他 通缉他以后呢 他就逃跑 又回到日本去 从这个巨母运动开始 陈德秀就开始这个参加了中国旧民族主义革命 某人说旧民族革命 我说他民族主义革命的早期民族主义革命 就是孙中山这年领导的民族革命 成为了全过程 他办报纸 办安徽说话报 成立有望会 反省的有望会 办了两个培养革命干部的这个学校 这样就为这个 这个时候整合1905年以后呢 孙中山正是成立同盟会 这个派不断的派人到国内来 发动发起了革命斗争 暗杀清朝的官员 搞武装起义 这个陈德秀就领导的一望会呢 这个成员达到数万人 他是总会的 这些人后来都被这个同盟会的联络员了 都发展发展到同盟会里了 所以陈德秀的活动呢 实际上是为同盟会培养了大批的领导国伴 就几书呢 这个但是陈德秀他有自己的思路 他始终不参加 他跟那个五次留学日本期间 和同盟会的领导成员 包括张太元啊 刘思培啊 关系都十分密切 但是他从来不参加同盟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同盟会的纲领有看法 他的做法有看法 同盟会第一不反帝 他希望帝国主义 帝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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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城邦会主要依靠海外华侨的资金经费 国内依靠帮会组织和少数勇敢分子 搞暗杀 暗杀慈禧太后 暗杀清朝大臣 或者搞少数武装起义 王皇军起义 什么广州起义 不依靠广大的群众 另外城邦会成为内部的成员相当的复杂 比如说张太元和刘思培 在东京进行了反对圣中山的 争权独立的活动 他都看着眼里 他都知道 所以他对这个组织有看法不参加 你的活动我支持 我做我的工作 我做干部的培养的 国民的宣传去配合你 所以到1911年 新洋革命园突然间成功了 那么他正好在杭州 搞这个当那个实地教员 路径小学一个小学当实地教员 因为安徽都多 生育营和百恩卫支援来游文会的成员 他知道陈德秀的才华和志向 请他当安徽都多湖的秘书长 来组织全身的革命的财务 革命的政务 结果他经营大到刻骨的改革的官僚机构 遇到了保守势力的强力反对 很快失败了 整合失败的时候 袁世凯也创政改变 他是背叛了原来的诺言 暗杀了顾会里边第一个在业党 最大在业党国民党的议长宋教人 然后在全国实行 白数恐怖 特务统治残暴 另外跟日本签定卖国条约 所以他卖国财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孙中山发起了反员斗争 那么陈德秀在安徽就主持 帮助百文卫起草 讨厌续文 他有南方几个绳子 因为是孙中山革命党掌握的 经营反应斗争 这个斗争包括 大家知道 很快也失败了 失败了 失败了之后呢 陈德秀老家 被袁世凯的军队 抄家 抄家 他的两个儿子 陈英年陈教年 逃到上海 偷奔他 他呢 陈德秀也被通缉了 偷到这个 逃到上海 找他的老朋友 亚东图书馆 他是一个出版社 经营了出版 编辑工作 编了基本书 但是由于当时 袁世凯的造型律师 全国的经济 生活 一塌糊涂 用他和陈德秀给张钊的信息的话说 全国人民现在是生机断结 生机断结 众之而泪 所以 他呢 他说 我是静待恶死 我现在编辑 出来 没放编辑 编辑出来都也卖不掉 在这个情况下 张钊是他民族革命时期的一个亲密战友 张钊当时正好在东京办了个 甲燕杂志 他就 让我老朋友 赶快到 上 到东京来帮他办 办那个东京 甲燕杂志 结果 结果他去了以后呢 他在 办了杂志以后 拿了一年多 当然办了一年一年多嘛 然后因为他这个上海的第二个夫人 他的袁佩 是一个老色的女子 文盲 小脚 两人共同语言很少 这个袁佩呢 反对他 干这种造反的 由于杀头危险的 这种革命事业 到处奔波 然后他老老实在家里面 教书教书 种地种地 他不同意 这个陈佩秀的人生观 所以两人 也很少 聚少 离都 后来他又跟他那个 原配夫人的 同父一母的 妹妹 叫高丘满 他原配的高大军 这个女子呢 是新生女子 他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的 非常同意这个 这个 这个 姐夫的这个 革命行为 两个人就 在09年 就 好去 好了 结果呢 就到了全家的谴责 把他们都赶 赶出来 后来到09年 他们同居了 那么后来生了两个孩子 原配也跟着两个孩子 四个孩子 和高丘满 在上海生活 他呢 一个人到东京去 那当时成豪 高丘满 得了个脑病 就是 现在说的 非经合 当时呢 是个脑病 是富贵病 实际上叫精合药 是非常贵 非常贵的药 精合药 尽量科学 所以把他 就叫回来 叫回来了 以后 当时 1914年 现在反正就是 受败的时候 这个全国的 这个 革命的 原来一些革命的 制止 非常的消极 沉门 被弯 不少人 就自杀了 成都秀的许多战友 也都自杀了 成都秀 旁慌了几年 他就 开始找新的革命道路 当时 深中上尾社的革命派 他那个是 主张共和 和康梁的立宪派 主张立宪主义 保皇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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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 很激烈 全国舆论界 这个真的很激烈的 但是陈德秀都被吸金 他能被中国 所以弱 根本原因是 公民性太弱厚 公民性太失败了 这个 他这里面就讲到 中国的老百姓 这知道 下面我讲到爱国的事情 爱国爱国 被原始开的 爱国的大帽子压着 爱国就要爱政府 爱政府就要 用原始开的 爱政府 那么他提出了相反的理论 这我先讲到 那个 当时那个 前国的舆论就是 就是中军爱国的思想 原始开一方面卖国 一方面残害国民的统治 他用中军爱国之讲 就说 前国人民都要爱国 爱国就要爱政府 爱政府 你就要用过原始开 所以呢 就是 你不爱国 你反对我原始开 反对政府 就是不爱国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一些 比较进步的人 他也没法给批驳 但是说 他就说 什么什么呢 就是 一般的人 就是说 用学理 政府国家 还不一样的 在这个情况下 陈德鲁说 中国来说 世界上来说 有比爱国 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自觉性 他说 更自觉性 就是那个 政府 政府 中国政府 就是欧国家 欧国家 胜于无国家 像原始开这样 卖国财民的政府 臣子无收容 王子无苦息 所以 所以 现在的近代的 西方近代的国家观 他说 国家应该是 国民为国人 共谋幸福的团体 你不为人民谋幸福 你的政府 就是欧政府 就是欧国家 这个国家 没有存在的必要 亡国 就亡国 他甚至于说到这个地步 现在的全国人民 还不如 亡国的好 当然外国人来承认 还可能生活好一些 他是这种 截而言之 他是为了激发 这个全国人民的 这个自觉性 叫要有全国人民 要树立去 不要再用中军爱国 中政府爱国 还要有一种 为了建立一个 全民幸福的国家 还要奋斗 那么 所以 所以当时来说 这个言认 这个引起了 在中国语言界 语言界引起了 好像一个炸弹一样 爆炸 在这个 在这个什么 那个叫 第一次用这个 都修的名义 发表的文章 叫 自觉性和爱国性 这个文章前任 诈开 所以这个 纷纷的来信 给蒋云杂志 谴责 说 说的这个 何不狂徒 敢畏适认 不知爱国 何为人也 你是爱国都不知道 还是人吧 就当时那个 当时主编 就让他 写信回答 他说 我不回答 你让我办 十年杂志 全国人民的观念 全部改变 结果没有很 没想到 第二年 不到一年 由于 袁世凯政府 和日本签订 二这一个 二这一条 没往中国的条线 全国人民都看到 陈律确的话 对了 这样的政府 所以 这的确是 没什么 可爱了 所以 梁七超 一篇文章里讲到 这去年大家都不理解 但是连李大赵都写文章 说 陈律确的观念 太悲观了 你国家不可爱 咱们来 来 来 来改变一下国家 别人可爱 这不就完了吗 咱们何必要 走他 要亡国 亡国 还不如 亡国就亡国吧 这是 陈律确为了 激发 全国人民的 来决定 那么 所以他到 第二年 护政 因为他的夫人 在上海生病了 他不得我回国 回国以后 就开始筹备 他办了这个杂志 青年杂志 青年杂志 第二年就叫 新青年 14年发表的文章 他还没想好 究竟怎么来 启发 国民的 乐呵性 启发他 国民的自觉性 克服的乐呵性 他这个已经 经过一年的时候 他想好了 他就是说 从文化运动开始 搞文化运动 由于他发现 中国人民 所以乐呵 由于几千年的 封建的 孔孟之道 能力观念 的夺开的结果 还有封建迷信 宗教 天明论 那么 他说 孔孟之道里面 主要是 能力 孔孟的能力观念 主要是三纲 这个 君为成纲 父为子纲 父为七纲 如果按照 这个三纲来说 全国人民 没有一个是 独立的人 都是奴隶 都是依靠别人的 当官的 都要依靠皇帝 都要听皇帝的 皇帝对于大臣 有生产 欲多的权利 当老子 当儿子 都要听老 听父亲的 父女 都要听 丈夫的 就是皇帝里面 他也有父子关系 大家都知道 清朝 末年 好几个小皇帝 都被害死了 所以 他说 全国 没有一个是 独立的 所以他要 反对 孔孟之道 能力观念 他又兴起了 能力革命 新文化运动 搞起了个 新文化运动 主要一个能力革命 办成他这个 文学革命 教育革命 道德革命 宗教革命 一系列革命 搞起来 这个 开始的时候 在上海办 这个 有鲁性的话说 还影响 不是太大 拥护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也不多 比较孤单 但是 1917年 1月份 蔡元培 被认为 北大校长 他要把 北大这个 原来很腐败的 一种吃喝嫖毒 当官的是 养生所 都是官僚的子弟 当官养生所 变成一个 正正 学革科学 由学问 成功 这个学校 要进行 大改革 他就 拼清了 陈德秀 来当他的文科学长 像现在文学院的院长 这个 陈德秀就把他 这个青青年 带到 北京 北京来 他发 发现 发现了许多 和他一种 相同的人 包括李大钊 胡思 鲁兴 著作人 这个 于是呢 就组织了一个 星期年的编辑部 有一人 一看 原来上海的 陈德秀 一个人 这个 星期年 现在别人 一个 一笑 一看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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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云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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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物 这样呢 他就影响大了 他就 大高 酷普的 根据 这个 和 陈德秀 合作 合作 就 这个 陈德秀 陈德秀 由于这个 当时 首先 他这个 能力革命 因为他 破坏了几千年的 封建的能力道德 受到了 封建 威道 式的 猛烈的 封建反对 斗争很接纳 接着呢 他就 破除了 四十五金的八国文 八国文的这种文章 有固定模式 重形式 不重内容 他 字色有限制 写法有限制 歌色有限制 而且 文章都在 整个一片 没有标点无法 一部分段 一般人更看不懂 所以他提倡 那个 胡说提倡白花文 红穴革命 也引起了 很大的反响 这种文章 革命样的 所以这样子呢 他就 兴起了 这个 这个运动 这个运动 发展到 五六年吧 发展到 一九一九年 一五年的发展 一九一九年 他的口号就是 他对于中老年人 已经不太有保持 他受的独裁声 他主要是培养新青年 所以说 新青年吧 其实六条标准 主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能要做 能要做 多力 自由的人格 自由平等的权利 不要做奴隶 特别青年 在显示职业 和找对象的文章 要有多力 自主的心 反对 这个贤人之间 必须听论父母的 这个 找对象的 必须没受职言 也要听父母包办 大家都看到 这个 五十世纪的 这个小说 巴金的 陈秋家 赵宇的 雷宇 那里边的青年人 就是受到 这个 封建礼教的 这个舒服 生活的相当的压抑 非常痛苦 陈德秀这么一号召 这个 许多青年 开始冲凑 封建家庭 和封建封印的舒服 都团结到 陈德秀 新青年的 周围来 都 他把他们呢 一般都 好多人都靠进了 北京大学 因为北京大学 他造愚科 造这种新思想的学生 所以这些学生呢 就在陈德秀 他们这方 新青年的 这个阵营老师的 亲人教导下 思想 不断地开放 经过五六年的 这个 他这个杂志 也发行了全国嘛 全国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影响 连一些小绳子都有 而这一本杂志呢 是 多少人传阅 或者 或者谁个人看 在这样情况下 结果五六年 组本国正形成了 一代新青年 其中包括毛泽东 毛泽东当中最崇拜 陈德秀 陈德秀 毛泽东在1999年 发表了 《超卖新疆经济评论》里面 第一篇文章 就成陈德秀 是政治明星 他图提倡了 民族科学精神 是我们建国农民 所有都应该接受的 从最后说 富汗 陈德秀金融万岁 陈德秀 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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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 非常崇拜 那么陈德秀 毛泽东呢 就是 实在这个陈德秀 给他谈过两次话 他因为当日高 走着湖南的新疆经济年 到福发全工全学 到北京 建国陈德秀 他拜访了 全部的新欢迎来的成员人员 他陈德秀 给他的印象最深刻 20年 4月份到上海 他当时搞得湖南 去做湖南军华 张俊瑶 这个斗争 他建过一次陈德秀 陈德秀当时 已经开始接受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 陈德秀 毛泽东还是一个 无政务主义的 各种活教思想 各种乱七八糟的思想 都有 他听了陈德秀的一句话 一句话 他开始对 马克思主义 建立去信仰 所以他说 是陈德秀 这一次话 改变了我的彻底人生 从此 我开始信仰 马克思主义 这年夏天 看了陈德秀 推荐的三本书 共产党宣言 等三本书 我开始信仰 马克思 从来再没懂了 所以他后来 一个对陈德秀 有很深的感情 但是由于 党内这种 这剧烈 他不允许 这么一个 我以后再说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两件大事 改变了世界格局 第一件事 就是 1917年 所有革命 1917年 所有革命 建立了俄国 苏元俄国 苏元俄国 令政府连续发表 两次对华宣言 宣布放弃 上俄政府 在中国留着的权力 之后 由于当时 这个 世界革命以后 十四个外国 帝国主义 各国内的反动办 推翻这个政府 交通比较乱 这个消息也良 一直到1919年 开始传到中国 一直传到中国 中国人民 特别是先进分子 受到很大的震动 实际上还有这种事 我们从亚洲战争以来 不断的受到外国的信条 千里不明的调议 国家已经处于 刮痕状态 现在这个 某个发生 这个革命 建立的政府 居然主动放弃 在中国 这个引起了 中国极大的 努力的相应 开始思索 这个 思索 研究这个 俄罗斯这个制度 俄罗斯的社会革命 第二个 一件大事 就是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胜利 胜利以后 要开巴黎国会 处理战争以后的问题 中国本来是一个 也是一个穿战国 特别中国的华工 在欧洲战场上 做了大量的战争 战争的战力服务 他是川战国 这个胜利国 那么德国是战败国 他在山东清静的权力 按照 他们美国总统 沃尔森 他发布过 四十条学员 对着处理战后世界 他主张民主的 平等的 公平的 结果呢 他们实际上 五个全国 把中国的山东的权力 包括清静的权力 换给了日本 所以引起了 中国的人民的极大的风格 所以陈仲修 受陈仲修影响了 那些青年 北大的青年 首先起来 北京那些 十几个大学中学 起来 搞起了五四运动 轰轰烈烈烈的五四运动 全国响应 这个运动 10月840年 亚佩战争以来 第一次 爱国运动 保卫足够整圈的胜利 迫使 参加巴黎国会的 中国代表团 拒绝在 和一张签子 陈仲修 他通过创办 当时创办的美作评论 通过这看过 直到学生的运动 他自己也参加了运动 不顾大学教授的名义 他亲自到大街上去 三号参加游行 五四世纪的陈仲修 亲自到大街上去 三号参加中文和英文 两种文字 三号参加被捕 被捕了全国营救 从这以后 这个运动以后 这两大事件 引起了十四分参考 从这就开始重新考虑 自己原来相信了 西方的民族制度 是可乐上说平等民族公平 实际上在处理 巴黎国会的 所以他说这个 卫生是个卫大炮 使他很奢望 在这个情况下 他看到了这个 林津政府的 这个对话宣言 而且呢 看到了 他林津写的 《无材人的断政与叛徒考资基》 他这里 讲了 《自材人的民族》 是少数剥削者的民族 而《无材人的断政》 是多数人 劳动人民的民族 对《自材人的断政》 剥削者是专政 所以他说 《无材人的断政》 比自材人的民族 《无材人的断政》 比自材人的民族 高百万倍 在这个思想 对成都就有深刻的教 所以我写了个 《成都就前传》 我说他误入了林津主义 我说也误入了林津主义 林津讲的《无材人的断政》 表面上说的 和后来实际上做的 特别是斯大林做的 完全是两回事 他接受了林津主义 林津主义 区别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 根本的一条 就是《无材人的断政》 谁说 只要成了《无材人的断政》 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成都就前传》 由于受到两个世界吃惊 他又转化了 林津主义者 马克思林津主义者 然后就在林津 当时由于林津 苏联政府成立以后 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 反动派的包围 非常的孤立 非常的孤立 所以他要打破这种孤立 希望能够在 中南和苏联有重要共同边界界的中国 寻找一个亲疏的政府 或者建立一个亲疏的政权 所以他派人 到中国来 组织 组织 共产党 所以他 五十亿党他们也得到了消息 那么经过界随 就找到了成都秀 然后呢 1920年就建党了 建党 所以他一建党就建立了这个林津主义 而没受到西方修正主义的影响 进了以后呢 他原来想直接进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 后来林津之后 这个 像中国这么落后 是 大人民的政民地 进居落后的国家 还是要先进行制造一个民族革命 达到帝国主义 达到立强 达到军阀 军阀 所以呢 从二大开始就建立了改变了纲领 第一大纲领就是 要消灭资本 消灭私有制 大的资本家的 大四年 二大就开始 和四三年级 政党国民党 建立 统一战线 现在做民主革命 从此以后呢 这个是1912年 派到中国来 召开业大 这个马林 国际代表马林啊 就提出了 这个一个就是 中国共产党 必须参加共产国际 这正共产国际呢 1919年 在这个 和第二国际 欧洲的考试期第二国际 美国是领导的 国际分立以后 主张无产专专门 成立的 领导为主 创立的 参加共产国际 一个第三国际 成为他一个支部 第二大王呢 做了之后就与参加 参加以后呢 有一个很严格的纪律 必须服众 共产国际的一切 就与指示 命令 指令 所以成德秀 算了是一个领导人 但是他的一切 行为 他的一切 就与一切 指示 都要服众于 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呢 都派了代表 在他的身边 指导了 那马林呢 原来是河南共产党员 到英尼搞贵党革命 他到中国来 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呢 他要求 他考察了中国的这个南方的国民党的情况 他当时的国民党的影响呢 比较大 因为他是 已经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了 他这个 中国共产党在 几十个知识分子的小团体 所以他主张 共产党要发展 必须 一样参加 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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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参加到 国民党的影响 借国民党的壳 来发展 长大 轻松的放大 长大自己 所以这个当中呢 本来是 成都秀 由于对这个 同盟会 国民党 有那个 不好的影响 拒绝了 后来没办法 必须服用 共产国际 结果就加入了 加入了以后 开始都还比较好 共产国际 中国的支持者 加入了以后 必须保持自己 组织的多立性 并且在革命共产中 要争取 革命领导权 所以在 1922年的 功能运动高潮后 1925年 五三运动里面 成都就入住 亲自领导 就是党的组织 在发展 国民党员的统治 因为他要 加入国民党员 以国民党员的身份 活动 所以要 发展国民党的时候 把好的风筝 发展到国民党 共产党里来 所以到 从几十个支持分钟 1925年 五三运动以后 发展一万人 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大党 这个照片是1922年 他陈德秀带来中国代表团 去参加共产构级四大 这是编堂的第一派 第二派是陈德秀 后面的论队第三个 后面的第二派 第二个人就是曲秋白 但是确确在1925年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导致了陈德秀命运的转折 他本来 这些保持共产党的发展 通过国民党 为国民党废护组织 会后建立中原来的 共产党有了很大的发展 能源发展 而且在公民党中央委员会 广州公民政务当中 都占据了好几个 好几个系位 当了部长 和中央委员 厚服委员的厚服委员 在1925年 由于苏联 由于欧洲出现的反苏运动 斯丹林委员的苏工联工政治局 觉得对苏联不利 因而退让 要求在国际长退让 在国民党 国共关系里边 因而退让 因为国共成立以后 国民党里边 有一股很大的右派势力 反对国共合作 反对共产党 参加国民党 更反对国民党 借共产党 共产党借国民党 来发展自己的势力 都真的很劲烈 所以这个 1925年9月27号 共产国民党 这么给中共的一封信 要在一期领域 退出国民党的机构 就是说 退出领导岗位 不是机构 退出 不要挣领导岗权 应当保证 公民党员 占据国际领导 居委 所以 而且呢 正在这种情况下 发生了 大家就是知道 国民党二大的会议 中山建事件 蒋介石的反共事件 和党务整理案事件 把共产党员 从各个领导岗位都撤出来 排击出来 而蒋介石 他不是公开的反对共产合作 这种新业务派 表面上拥护苏联 联共 拥护深中山的三大政策 联共 联合 辅助 龙共 实际上呢 要利用这个苏联 苏联有一段 他觉得在公共两方面 公民党最有力量 可以迅速退换别人生活 所以他用大量的金钱和武器 来支援公民党那个蒋介石集团 所以蒋介石集团在这个三个世界里面 二六年那个三大世界里面 得到很大的发展 公民党的共产党都退出来 他就一方面打击这个老右派 公开反对共产党一方面打击共产党 蒋介石中一个无 普通的公民党员 身为奥木军院校长 军政部长 这个组织部长 到中央政务局常委 一直到北方军总司令 就这样 开始那个 这就是这个陈德秀在 五四世纪 在北京助理 就是现在这个 明政部 候选的 金刚胡同二十套 就这样子呢 一直到一九十二年 一九二十七年 蒋介石 依靠共产党的帮助 公众群众当他那个 后勤啊 单单价 救伤员 供给提供的 各种各样的用 很快 再打到上海 打到上海就 就和日本和各个帝国主义 取得了联系 这个 和江浙财阀 进行了勾结 已经不需要 那个苏联的援助 蒋介石 斯大林呢 本来也想利用他 反对帝国主义的 可乐上反对帝国主义的 积极性了 他一旦推翻 北京政府呢 也要把他废掉 互相利用 结果呢 蒋介石 现下所为强 在4.12 就开始反共 反共 大量屠杀 伤害到共产党 这个 然后呢 武汉呢 还保持在 这个 所谓 左派汪精卫所里面 那 斯大林又把 希望寄托在武汉 汪精卫所里 然后 这个经营继续变化 但是武汉已经受到 蒋介石和国际 反正军阀的包围 他已经 无法再行动了 然后国内 这个当地呢 就搞得非常混乱 陈德秀的威信呢 是极度的下降 在勉强的情况下 开了五大 共产党国家会 撤换 陈德秀 但是调查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强于他 还是维持他的地位 一直到最后 快要失败了 因为武汉的军阀 纷纷叛变 和蒋介石联系 结果斯大林急了 马上命令 这个共产党 在几天之内 组的军事革命法庭 这个审判的军阀 审判 这些叛变和快要叛变的军阀 要组织15万公共产党员的军队 来改造国民党的军队 改造国民党 这是一个非常不得 不了解中国情况 无法实现的这个计划 陈德秀表示 无法执行 上次的共产党估计代表团 也认为不现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陈德秀先辞责了 陈德秀多次 在这个国民党进攻面前 反对这个 继续保持国民合作 做这个国民党的诅足苦力 但是都被共产党估计否定 最后不得分动 到这个地步 他表示说 你们一方面也不让我执行 多的政策 一方面又提出来一个 警戒挽救中国革命的 不去设计的方案 我不法执行 我辞责 辞责的时候 他已经要去年六月份 已经时间很晚了 去的时候 当这个警戒指示 本来是给党内 给这个三个国际代表了 结果这个 被这个一个 鲁一国际代表 毛泽东说他是一个 是一个承货 他把这个代表 这个警戒指示 给汪精卫看了 汪精卫看 你们要审判我们 就要改造我们的国民党 他马上急了 马上就改变 接着在所有7月15号 马上就发动反共 7月15号 7月15号政变 把共产党打了续扑之中 大革命也失败了 在这个情况下 斯大林的反对派 从23年开始 托洛茨基 他的反对派 就反对斯大林在中国 执行的这种 国共合作的政策 能够阶级合作 实际上没有一个革命党 能够加入 制裁人员共产党 制裁人员到政党 来搞革命的 所以接着挑户政策 是梦州的一个路线 一个反对他 到了新决大革命失败以后 苏联党发生了分裂 这个在纪念十月革命 十九年大庆的时候 群众游行队伍到主义台前 这个群众 一部分群众就公开函 打倒斯大林 最近历经遗嘱 因为历经遗嘱 就认为斯大林不称职 太粗暴 拥护托洛斯基 两方面的群众扭打 当时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 也在穆斯科留学 也分成两派 一部分参加了托派 他把这个 在这个事件以后 托洛斯基又被 斯大林的主要政策局 流放到阿拉莫都 然后流放到 土耳其 最后流到美国 墨西哥 他就成立了第四国际 这个托派国际 领导这个 各国的共产党 成立 托派反对派 那么中国的留学生 也有一部分 被驱逐到国内 到这个 中国也成立了托派 19800年 这个斯大林 由于这个 托洛斯基 被这个 驱逐到国外以后 成立了第四国际 就跟他作对了 他去去教训 后来在37年 搞这个大说法 那种的 他又不再搞 驱逐出去了 全部人生消灭 列宁四级的 所有的这个 这个战友 老战友 反正我他 发生过不同意见的 包括布哈林 基诺维亚夫 都被 枪毙 用被攻击枪毙 那么托洛斯基 也被派去了 他被堪死了 十年也堪死了 那么 成立 这个中国脱败 一部流行徒 回过以后 把这个 1923年以后 托洛斯基 和斯大林的 争论的文件 系统 都应出来 有应出来 传有 成立就他们 一帮人 从巴西会 他被打登 右行就位者一份 右行就位者 执行了 右行就位者路线 作为斯大林的 体罪羊 这个 被 拉下了台 因为他已经辞职了 所以就成为了 巨头外 另外一个党中央 这个时候 就发生了 陈德秀 和这个 新的党中央 新的工章国旗 制造下的 党中央 矛盾 陈德秀 一个形式 形式出来 认为形式 是革命失败了 是革命 成为低潮 低潮 按照国际上的 革命 惯例 应该采取 保守 退去的方程 而不应该 采取 进攻的方程 而 共产国际的 代表 这个 共产国际的 国际 指导 局球外 中央 继续搞 武藏 起义 搞南昌 武藏 南昌 起义 广州 起义 秋收 起义 继续搞武藏 起义 推翻 国民党的 反正统治 几乎 第一次 主席 王中 对 路线 失败 成都 说明成都 就是罪 第二个问题 六大 六大 纠正了 这个错误 他继续 昌证华为 总书记 实际上 实际上 掌握在 李立山 党中央 他们继续 继续搞 这个 搞这个 红军 进攻 长沙 武汉 大城市 这个 盲中 主义的政策 武藏政策 成都就 又不要 又不要 反对 而且呢 他用 托勒志祭的理论 就是他得到了 托勒志祭主义 托勒志祭主义 这个理论呢 就是这种 一个是 现在是 中国没有 革命的形式 是革命地上 应当 要 推却 第二呢 他说 中国 又有 接触了 这个策略 战略 中国的革命 中国由于 自策前的软弱 下一次革命 高潮过来的时候 要直接进行 社会这个 牧手这个资本家 的财产 所以他是 在现实 策略问题上 是比较 稳重的 符合设计的 但是在于 这样的问题上 他是接触了 他是接触了 极有的一个产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 长中央 这是一个分级 第二个分级呢 就是那个 当时发生了 中东路事件 29年 蒋介石发动了 一个中东路事件 为了原来的中东路 东北的中东路 准备两个合作官的 功能 用中国的赔款 建策的一个 铁路 后来的两个 共同管理 蒋介石为了 适应 靠近西方 反对苏联的要求 他之后 张学兰搞了 一个中东路事件 武装 接受 中东路事件 造成了两方面的 对子 武装冲突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共产部局 直到中国共产党 提出一个 保卫苏联 这个可号 保卫苏联 成都就认为 你这个可号 只有少数基金分子 能接受 广大 劳动人民 广大人民 不会接受 不得好理解 因为这涉及到 一个民众感情的问题 批评中央 这个可号 太较调 较调了 太脱离群众了 伊朗提出反对国民党的误国阵党 国民党调剧这个事件 是耽误这个 对国家的不好 因为无论这个战争在哪 怎么样 都在中国的领土上打 老百姓 受害的是中国老百姓 结果 这个中央对他有偏见 认为他 一个取消主义 也认为革命党打这个取消主义 反对武装的 认为取消派 在中东东世界上 也有反书 反对 反对这个 树林 反对保卫树林 这么两个事件 这就还有呢 就是 陈德秀 与这个 大革命司机 他所领导的一些中上层的干部 结成了一个 才是已经结成了一个小赌制了 原来六大以前 这些人呢 不服气 共产国际把这个责任 大革命司法责任 特别的陈德秀 认为共产国际有责任 因为他这个陈德秀 给党内下指示的 他不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因为这是剧烈 不能吸入这个剧名 都作为中共中央的这个 军议指示来推行的 但是少数人还是有 不少人还是知道 有些情况 在这样情况下 都开始团结起来 即正陈德秀派 自称陈德秀派 拥护陈德秀 重新 恢复党的领袖 陈德秀当时 不同意 他说我要 出来反对党的路线 我会公开的出来 我不搞地下 我会公开的活动 那么现在他从留学生的手中得到了一系列 从二十三年以后 托洛斯基多次反对斯大林在中国搞这个 搞这个国共合作的推浪的政策 那觉得他说 他说我还是对的 跟我的主张一样 所以他一下子感情上倒过去了 另外他也接受中国将来这个革命 这些人不要搞这个车量 不能搞这个进攻的政策 所以他因为他其实这个 托洛斯基给中国投票规定了一个什么口号呢 叫召开国民会 召开全民投票的国民会 进行议会斗争 还要让反对国民党的多彩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在这么几条问题上呢 都跟党中央发生了冲突 党中央于是在1929年11月15号 开除了成都去的党籍 说他是反国际 反党 反租 走向了 反对党的路线 走向了反革命 开除出场以后 成都去就和他周围的一些人 就公开了 发表了一个声明 八十一个人声明 实际上就是用了好多假名 以上生死 是这五六十个人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公开的打执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反对这个共产估计 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但是呢 成立了以后 他也成立了一个 一个发现了自己的机关报 也发现了内部机关报 但是由于他这个 主张这个党内的合法存在 所以国内来说呢 他是在这个突发内部啊 他就浮现了 好多人都不服气 一个是青年头半的看不起这些老机会 只能和成都去这帮人 是老机会做一个 排挤他们 有这两三张产党的观点 他怕这个成都去这帮有经验的革命者上来以后 夺取他们的权利 他要成为一个新的党的领袖 而成立了那帮人呢 因为宏仲之一帮人呢 也看不起这些孩子 还有刘仁静 那帮一大一老等等 看不起小孩子胡闹的这么一个组织 这样子的内部的 特别内部长期的争论一些无聊的事情 团结不了 这个正好发生了这个九一八事变 成都就本来想起这个事件 这样子蒋介石还发生了一个同志国进行 三个年 十九路径抗战 他还下台了 他提出来一个成都进行 要打倒这个蒋介石政府 成立了全国人民政府 福建还发生了一个福建市面 他主张这个 但是他没有几个人拥护他的 他这个中央做车的军役 有用的刊物 用文件到大将去上发 没有几个人去执行 所以这样的犯人 反日抗日的反蒋介石运动 高潮很快就过去了 成都就旺扬兴叹 他认为他因为脱离了共产党 他没多少群众搞不去 一个都只有几十个人 最多的就是一百多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1932年 十月十五号 由于他共产党为什么 从城市里面最后 几次武装起立以后 失败 就转到农村去了 三一年转到农村去了 进了搞武装农村科技 毛泽东指出的农村保卫城市的道路 因为城市里面反动力量太强了 他的特务组 监督了全所有的革命团体 革命人党很难活动 最后连中共中央常委 这个追问搞武装保卫局的 工程长度被逮捕了 差一点共产党被全部逮捕 从来采取了年龄的措施 再加上共产党中央的 透过内部我们全装备一些地下党员 其实都报信很快使中共中央的一些干部离开大城市 到了农村去了 承载下去 搞了反威脚进行长征 那么陈德秀有一个观点非常错误了 他的传统的突破了观点 他许多观点是对的 刚才跟中国共产党的分歧是吧 反对两次组织组织 他后来就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工人阶级的政党 不应该离开城市 离开无产阶级的身边 到农村去 在长期在农村活动 那么就会被农民一世化 被农民化 被农民党 甚至于土匪党 因为土匪农村里面最关闻的是土匪 陆林豪华 长期 毛泽东那时候和他想法 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 绵延不断的农民起义当中 赶到中国的农村山区 交界地区 山不管的地方 最后已经承载一股力量 能够长期的一股力量 不被反农派所消灭 所以他最后 共产党是在危机 成立代表了 他提出来在农村 那么陈德秀是个交调 在这五年是个交调主义 他提出了欧洲的革命的思想 要坚持在农村斗争 不坚持在城市里面 不能搞武装斗争 我也要搞议会斗争 想争取一个合法性 结果国民党不给你合法性 他这个总统特务和总统特务 他把你几十个人的 最多一百多人的小团体 完全控制住了 我什么都锻炼 有什么都锻炼 你这么一活动 你一上街发传单 反对国民党 反对蒋介石 他当时 承载突破 有经营三条路线的斗争 一条三条路线 反对国民党独裁 第二条反对国民党 共产党的机会最弱线 第三条就是反对 这个 日本的国民党侵略 他进行这方面斗争 但是这个 反对的 反对党斗争高到起来以后 他主要的反对 蒋介石 国民党独裁 和日本侵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几次 就举业领导中央 进行那个 进行那个 反而放 放国民党斗争 都没搞成 结果他由于这个 传乱有人还发上去了 1932年 10月15号 被逮捕了 全部中央 这三次 这个突破中央三次 都全部逮捕 前两次由于他生病 没有 第三次 他本来也生病 没 其实 结果被逮捕了以后 他的一个秘书 我也知道 他藏身的地方 他出卖了 结果晚上把他逮捕了 逮捕了以后 由于他北大的学生 很多一部分 在国民党当官 他包括胡适 都就营救他 所以本来就是 他当周宣传来说 逮捕到了 共党拒手 陈德秀 那是大量的反动派 包括军队和地方的党部 大量的电报 要求立即抢兵 当时来说 按照国民党传统的做法来说 逮捕到共产党领袖人员 把事要立即抢兵 按军方处理 但是由于了国民党里的 他的朋友的警救 他就按照交给法院来处理 交给法院处理 结果他在1933年被法院公开审判 就是他用三年被捕 一个住牢到38年处理 他就一三七年 当时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南京第一模范监狱 结果审判的时候 这个战士党原来是亲密战友 结果他原来到了以后 他投奉了单军类政府 单军类政府他当过司法董长 他在1922年 在方当时发生了一个舍头革命 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游行 结果单军类 他是当教育部长的政业学生营动 杀斯的两个学生 叫三一八长案 当时刘信说这一天是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他这个 专门就是到了马当跟他聚焦 可是这次被捕了以后呢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他说是一个大法律家大律师 他说在这个共产党律师上 国务曾经合作 曾经合作三明主义 共产党是三明主义的好朋友 那么曾经 曾经现在已经脱离了武装斗争的共产党 你们现在他也反对共产党的错误路线 你们公民党应当和曾经合作 来反对共产党 结果曾经一听了音乐 拍桌子起来 他说他胡说八道 他的意见不能代表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 你国民党还是独裁统治 是残害人民统治 我独裁共产党是要为了全共人民的幸福 要建造一个为人民幸福的这个国家 我还是建设我原来的立场 我现在跟江西的共产党不过是策略党的分歧 我们将来还是要建立无产专政 出现共产主义 所以现在当时就发生了习近的变化 他的百恩卫也好 国民党里的许多军政干部 胡说也好 都要帮他改口供 希望能够把他捞出来 研究出来 结果他还要把他改过来 所以人家很为难 结果还是把他关起来 判了八年 本来判了十三年 他经过辩护以后判了八年 三十八年 在这个战争一直到1937年 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 上海冷陷以后 凤杀南京 凤杀南京 这个炸的 监狱的屋顶都炸穿了 他总好几个一年 躲在这个桌子底下 做避难了 给我度过的避难 然后来经过王金吴 胡思他们营救 把他提前就释放了 就释放 总好八月十一号就释放 释放 释放一会 他就释放放了 他就身份就公开了 他这个日子 开始到民主危机的年重 他也不再反对蒋介石 他拥护蒋介石 他认为当日领导 能够领导抗战的蒋介石 他就从南京车友远 就到南京的八路军办事车位数 找到一间营不顾 这个表示拥护 但是呢 这个时候 这个有个罗汉的 原来是突拍了个秘书 他没有通过陈德秀 就代表陈德秀 去跟武汉的八路军 董别武一家一样谈 说我们愿意跟那个 我们愿意跟那个 陈德秀他们 愿意跟共产党合作抗二 所以当时呢 毛泽东呢 对这个 国内的毛泽东 对 估计情绪也不太了解 他觉得中国的这个偷拍 和外国的偷拍不一样 同意这个 提到三个条件 一个公开发表声明 过去参加偷拍的错误 公开的发表声明 也无党的政策 就陈德秀这个人 是一个很具强的一个人 他在什么情况下 说什么话 他的思想变了很活跃 但是他不检查自己的所有错 他说为什么错 当然来说 共产党是对的嘛 你共产党就是错误的嘛 当然就是错误 现在你这个 团队民怨危机 国共合作 我有个拥护你 你就行了 拒绝错 所以呢 就没谈成 没谈成呢 接着共产党以为 陈德秀要回到党内来了 陈德秀 陈德秀说 他要回到党内来了 我们可以把他养 再养 养起来 不再让他在党外 胡说八道了 结果呢 他后来知道了以后呢 上海的 这时候拖派主席 就移 中央就移到上海去了 他已经 各人 不愿意 人家劝他 回到上海去 继续领到拖派 他说不行 拖派没有前途 现在拖派量高 没有前途 他就到武汉 要为祖国的解放 抗派做点贡献 他在武汉 他在武汉 这是武汉 他在武汉到处做报告 抗派宣传 这就是他的抗战意见 他就很受欢迎 因为他这个名人 五十万名的名人 到处做报告 号召抗派用户 国家国民党领导抗派 有权者出钱 有无权者出力 要求全部能拥护国民党抗派 领导抗派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 在莫斯科做共产党 是共产国籍的代表 他的团长王明和副代表 康生 三千年十月回到延安了 当时从大家知道 1935年发生了基罗湖事件 1934年12月发生了基罗湖事件 1934年12月发生了基罗湖事件 斯莫尼公 林英格斯尼公尼公被枪杀 走到那边枪杀事件 有些说是斯大林保的阴谋 因为他发生以后 凶手和目击者马上枪毙 然后呢 苏联导所有的 苏联导党的领导干部 开始大屠杀 1937年三大案子 所有的林英格斯尼的老干部 林老干部 反正和斯大林发生过分析的 前部枪毙 首先是逼宫性 现在有一个苏联专家到我们所里来做报告 他看到了最高机密的文件 他是审刑的击落 审刑击落 第一句话 你反对斯大林 他说不 我从来不反对斯大林 然后下面也空了 空的 最后你反对斯大林 是我反对斯大林 最后就说 决定枪毙 逼宫性 中间也一大部分 就用陋性 逼宫性 在这逼宫性里面 出现了一条 是令中国特派致命的谣言 就是托鲁兹基曾经指导 俄国的脱派中心 平行总部 不阻止日本侵略中国 托鲁兹基知道 有这么一个指示 王明抗生就拿这个东西 从1935年开始 是他们的 共产国际的这个机关报 大肆地宣传 脱派就是汉奸 脱派是每一个 他有逼自由也的 说918事件以后 陈德秀 陈鲁兹之后 和另外一个罗汉 三个人代表中国脱派 和日本在华北的 特务机构进行谈判 双方协定 脱派接受日本 特务机构每月300块钱今天 中国脱派在中国进行 不阻止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 从从而就把中国 陈德秀和中国脱派打成汉奸 从这个言论的 这个故事报上反复的宣传 然后呢 从回来以后 他在1937年11月的 中共中央政策会议 他也说 这个陈德秀是汉奸 反革命 脱派下年 必须要反对 你们那个 这个我们苏联 斯大林在坚决地受托 你们毛泽东 在国内还想跟这个脱派 搞恨恨恨事 因为毛泽东在1936年4月26号 曾经给全国国党派一封信 因为日本侵略的严重 建议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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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所以他就直接投门 而且呢 陈德秀出约的时候 新华日报 延安出版新华日报 还表示欢迎 希望能回到革命的老战士 又发生了这个罗汉和延安的联系 提起三个条件 跟共产党合作的事 跟出败共产党合作的事 所以陈德秀就拿这个狮子 打人要想串到那个陈德秀 把毛泽东赶上台 他才重新当这个总统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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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共产党共产党 他觉得中国的共产党能够进入长征 到今天这个局面 毛泽东还是不错 还比较欣赏毛泽东 虽然他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 电影性的共产党 因为他认为农民党 农民机器 还是农民党 但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这样才行 所以 1938年6月6月6月6中全会上 毛泽东和亡民斗争的结果 亡民被罢了 毛泽东正是 但是呢 他这个为了利用这个 毛泽东需要斯大林的支持 斯大林的反对托派 他不能为程度的方案 他继续 因为程度秀的罪都是斯大林 他不敢得罪斯大林 所以继续这个案子 程度秀 一方面 还继续这个 他的里的暖孩子反对 农村的武装斗争 跟贾尼斯的国民党官员一样 我认为 郭公联党的抗日战争都是保存斯大林为主 另外 日本的 情人实在太强大 一天的武装跟他应拼 将来怎么胜利以后来争夺江山呢 所以 毛泽东主张是游击战 那 竟然游而不及 在 蒋介石呢 是打了个 没办法正面战争 打了几个硬仗 但是也为了保存实力 所以 程度秀 他 这样 就 看到武汉很快失手了 没办法就撤到 撤到四川 最后到 四川这个 江津县 石江苑 就 就 就 最后的 12年 6月12号 去世 去世 那么 他这个 去世前 三八年 到了四川 还有三四年空腹 他跟上海的脱派 也有联系 通过一个 他的外甥 他的姐姐的儿子在云南 他原来也是脱派的中央委员 跟上海的脱派 进行联系 进行争论 争论两大问题 一个就是 这次战争 能不能爆发 战争 爆发革命 就是 利宁在一战的时候 所有革命 利用战争 世界大战 来 推翻本国的政府 进行所有革命 那么上海的脱派 坚持利宁的观点 认为 有可能 所以 一方面 观察 消极抗战 观察抗战 一方面 积极地进行推翻 蒋介石 他们的口号是 高举革命的 失败主义 他说 我不是使中国失败 是使国民党政府 失败 国民党在抗战中 使他的政府 军队都溃散 利用他的统治危机 我来得去革命 得去政权 得去政权 建立了公共政权 公共政权 是这个观点 那么 陈德秀的反对 认为 这次革命 是不日向的 第一次希特勒大战 他是一个民主阵营的帝国主义 和巴西斯 希特勒的斗争 这个民主革命 是生意的 一种拥护 中国的抗战 一直拥护 那么 第二个观点分歧 就是民主和专战 那么陈德秀已经进行了 二十多年的共产党史记 和无产党和抗战史记 两个史记的 为无产党的奋斗 结果他看到了什么 看到在党内 他毫无民族可言 所谓的民族最终之 根本没有民族 他都是领袖说了算 共产国际说了算 斯大林说了算 第二 在这个 在民族专政的问题上 他根本不相信民族 就是什么无产党政 比制裁的民族高百万倍 苏联的无产党政 连制裁的民族一点都不如 他的残暴隐蔽 他的任何专政 都是意味着残暴 農民 贪污 官僚政 任何专政 都是个人独裁 没有什么阶级的战争 所以 他考察了他的人类的历史 从古罗马到中国 今天明天后天 民族 一直是少数 广大受要迫者 反对少数不屑者的旗子 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 民族的 是普世价值 他这个民族不是抽象的 我们估计 民族是自传阶级的 他的民族没有阶级性 每一个阶段都是少数不屑者的 反对不屑者的旗子 他的民族不是抽象的 很具体的 他包括 另外 国家领导人 有 人民选举 包括 反对 反对党 反对党的合复存在 反对党也可以参加竞选 选举 可以发表演说 可以 讨论 辩论 而不是由个人制定的 更不是由少数人制定的 也不是由政党界定的 这政党界定的 少数权贵集团制定的 不是制定的 领导人不制定的 而所谓的 社会主义 斯大林 无差战斗的国家 都是制定的 第二 没有法院批证 不准随便杀人 捕人 杀人 这个无差战斗的国家 他们秘密警察 苏联了克格勃 随便杀人 捕人 今天消失了 明天就死了 流放了 第三 民主国家 有 局会 言论筹办 这个 言论自由 四大自由 就是罢工自由 无差战斗的国家 绝对没有这个自由 第四 民主国家 有 可以反对党 可以合法存在 无差战斗的国家 并不是由于他个人心所那么坏 特别坏 只由于制度 决定了这个 斯大林的心 如果 不从制度上反对 仅仅反对斯大林个人 那么一个斯大林下台了 被反对党了 那么千万个斯大林就会在别的国家上升 在苏联和 苏联和极顿 这些预言 当时来说是 在通信里面 文章里面写的 他潜在着脱派 还用过 陀罗斯基斯 武山南战的制度 还要保卫苏联 还称苏联是共产国家 社会主义 他说这样的社会主义 那是糟蹋社会主义 不是真的糟蹋 所以这个人 后来 经过他一个牺牲以后 他成就死了以后 由他的一个学生 照顾他晚年的学生 拿到上海去 脱派 他在里面自用私人的钱 打印了几份 打印了几份的船要 后来就被福射发现了 福射在离开大陆 19年大陆在太平洋的船上 写了很长的一个序言 说成的最后是大册大雾 推荐他这个事情 推荐到自由中国 经营印刷 大量的印刷 那么成的就是这个民主观念 潜作无参观 和民主观念 现在民主观念 在世界上受到很大的影响 中国是绝对不允许 可是呢 让台湾 台湾最被称为民主政府的 民主政府的雷政 他就受了成都秀这个民主思想的影响 措施蒋介石王朝 蒋介石王朝 蒋介石王朝的专制统设 先开始了民主制度的建设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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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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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以后呢 由于这个 中国共产党 还是 史大林 中史党 嘛 他这个 一直没有 为称的就兵法 他的私底帽子 汉奸反革命帽子 一直都留下来 中共三个文件 决定了 有红色文件 还有毛泽东主席 选拟的注释 都只这样说 说他是这么个追障 所以呢 所以这个 改革开放以后呢 进那个 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 这个 史学家首席起来 为陈德秀发 证明 证明呢 由于这个 在1979年 五四运动 六十多年的时候 肖克将军 提倡 要十字救世 也就陈德秀 现在一向建党 老少子 李大钊 或者是 或者是 再加个毛泽东 有的还是 其实他最主要的还是 陈德秀 那为什么 不能研究呢 给这个 五十六十多年的经历 纪念会 很大的振动 那学生许多就 开始这个 这个 这个学生啊 和老师啊 都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问题呢 就是 开始形式比较好 佛耀邦还比较 比较重视这个问题 还接受这个 呃 他的家属 呃 東小平还又指示 修他的文墓 有王大革命里面 他 他的上儿子 把他的墓石 都藏起来了 那后来就 直接把这墓石找出来 梳理这一个草坑 大家知道 八十年到八 八六年 出现了一个 反对 制裁的那些金融污染 反对制裁的 反对制裁的 反对制裁的自由化 这又是回草 回草 那么把这个 大家首先呢 就 否定了这个 他的汉奸论 因为这个沉队是 王明抗生的捏造 没有任何证据 把他比较快地否定了 而且呢 有的人还把这个 三十年月中 他写的那个 沉队就 反对国民党的讽刺 这个 四十五十六所 金融污染 发表了 几乎引起中宣部的 很大的愤怒 他说 这个 他一个 一方面承认他 说他的汉奸不对的 一方面 啊 这个 他成立 投票反对党 反对党是错的 一开始说党 那么 承认汉奸不对的 但是他后来 要拒绝党的要求呢 这个 啊 现在不能够为他开出党内 和进行投票反对方案 更不能把它看作为党内人物 一个共产党主要常识人 一个是联系五届的党内主要领导人 不能把它看作为党内人物 所以当初版的五十级中共党史人物传 没有一个陈渡秀 后来经过大家的批驳 第五十一级开始一百级五十一到一百级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陈渡秀了 哎 因为大家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嘛 经过这样这个 后来就是我们那个 我主持这个成功成立了前国性的陈渡秀研究会 每一个每月发这个陈渡秀研究动态 把陈渡秀的各种信息资料提供给大家 而且呢 每两年开一次在他的诞生地和这个 还让他诞生和去世的地方 日志在他互动的几个地方 上海啊 还有能力召开这个成立研究会 为他这个证明平凡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直到今年 今年那个十月 十二十年十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呢 在出版那个 在出版这个 北京出版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会 发表了演说 他说在成都成都就是 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 共大于国 啊 这个是美国叫的 啊 这个平凡的过程呢 我们简单讲 在我这个书里边有一些证明讲 那个成果平凡成立学的经过 好